8号下午激起海水浴场附近海域发生一起溺水意外 一名50岁的张姓保育员在进行浮浅探勘时 一视身体不适导致溺水 同行有人见状之后赶快向附近商家求救并且展开救援 虽然顺利的把溺水的张姓男子拉回岸边 不过在送医之后还是无法挽回他的宝贵性命 溺水男子被海水浴场业者就上海滩 海巡人员赶到时业者已经在现场施以CTR救援 救护人员将男子送往封兵分院 紧急强救后人宣告不知 8号下午3点多花莲激起海水浴场发生溺水案件 据了解花莲激起海水浴场近年因为漂沙问题 沙滩缩减目前没有开放 溺水的民众为50岁的张姓男子不是一般游客 是一名花莲生态保育协会的人员 他们是在那个水域那边浮浅 然后他同伴说他有跟他讲他身体不舒服 然后他试着想要把他拉上岸 但是他可能当时又有一些浪跟流 张姓男子对当地海域相当熟悉 是这边的常客 8号当天他跟友人到激起海域 本来想实施海域勘察从海水浴场旁边下水后 张姓男子就表示身体不太舒服 原本他告诉朋友会自行游上岸 结果却一碗腻水 到达现场海巡署人员已将患者抬上岸 实施CPR 地级由911人员接手 实施急救后送封兵分院 发现他溺水之后 同行友人便赶紧到海水浴场求援 业者第一时间下水协助救援 虽然有顺利将男子拉回岸边实施CPR 无奈仍然救不回宝贵的性命 至于相信溺水原因 仍有待海巡人员以及警方后续调查 记者综合报道